这是当地最有名的贵族学校 在校生非福即归 一场命案的发生令学校声语蒙上阴影 死者被挂在高高的树盖上 通过尸体腐烂程度可知 他已经死了好多天 极致乌鸦贪婪地啃食着尸体 把死人头啃掉了 骨头眼疾手快 正正接住死人头 下一秒死人身子也掉了 他将尸体带回实验室 与同事们展开分析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应该是案发学校的学生 死亡时间在两周前 案发学校刚好放了两周假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尸体一直没被发现 男孩耳朵里有高科技助听器 说明他是笼子 这让他有区别于同龄人 因为无法融入集体 所以自杀 这种案例常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另一边 神探正在跟校方交涉 校长想缩小影响 坚称男孩是自杀 神探则持不同看法 认为他杀的可能性更大 恰在此时 他接到了骨头的电话 骨头说出助听器的是 警方可以通过助听器 续号查出死者身份 当他打断骨头的话 开始扯东扯西 他想以谋杀案展开调查 这就需要全校师生的身份信息 死者身份一旦公开 校方就没有理由提供进行名单了 死者的出身果然不一般 是委内瑞拉大使的独生子 种族差异和交流障碍 造成男孩自闭的性格 继而让他轻生 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事件报告中有一点异常 那就是死者的舌骨断了 神探救助这一点 说是外力造成的 间接放大了他杀的可能性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未成年人的舌骨富有弹性 即便是勒死 也不至于折断 神探想让骨头判定 男孩是他杀 但骨头不打算这么做 直觉告诉他 男孩是他杀 但那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 种种证据表明 男孩是自杀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 射杀大权在他手里 他宣布男孩是自杀 这件案子将不了了之 他宣布男孩是他杀 神探将着手调查此案 骨头看了看坚持他杀的神探 宣布男孩是他杀 让对方松了一口气 这之后 神探带着骨头去找死者的父母 在车上 他一再盯住骨头 注意对方的情绪 不要什么都说 骨头表现得不错 委婉地宣布 男孩已经死了 校方坚诚是自杀 但警方将以谋杀案展开调查 男孩的父母很难接受这件事 两周前 他们曾收到儿子的邮件 上面说 儿子跟室友去交邮了 没想到这邮件就是儿子最后的消息 神探立刻感知到异常 因为在邮件发送当天 男孩已经死了 他传唤男孩的室友 问询男孩的事 室友开始时 不谈老实 一问三不知 当神探设起邮件的事 他才承认这邮件是他发的 不过是男孩请求他发的 男孩说自己要去约会 但据了解 男孩是个单身狗 可能男孩要做的不是约会 是自杀 另一边 男孩贵为大使的妈妈找到骨头 她给骨头看了一则录像 录像里是男孩带上助听器 第一次听到声音的场景 男孩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是来自他的妈妈 随后大使说出他的观点 一个历经磨难 奇迹重生的人 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悄无声息地选择轻生 所以儿子的死一定是他杀 而学校之所以宣称是自杀 只是想掩盖他们失败的管理模式 骨头为此大手出动 发誓要查出男孩的死亡真相 他首先从男孩的舌骨入手 分析舌骨折断的原因 大美为他模拟了种种可能 没有一种合情合理 这之后 神探和骨头来到男孩寝室 企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迎面撞上一个可疑男子 两人双肩合璧 轻而易举打运对方 但男子不可能是嫌犯 因为他是受大使所托 调查男孩死亡真相的人 虽然是个乌龙 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陌生人可以随意进出学校 学校并不像校长说的那么安全 骨头问了男人一个问题 会不会是大使的政敌杀了男孩 男人否认这个猜想 如果是他们干的 一定会像基地组织一样高调承认 小查局结束后 神探和骨头再一次来到男孩的寝室 骨头发现 男孩的音乐品味很有趣 早年间听不到 所以喜欢有正感的摇滚乐 后来有了助听器 就开始喜欢轻柔的音乐 神探自不这么认为 他在男孩的垃圾桶里 翻出一张废碟 是舒缓的钢琴曲 既然他喜欢轻柔的音乐 为什么嫌弃这张碟片呢 带着这个疑问 他翻出碟片的包装盒 打开一看 里面放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碟 这张碟片一定不寻常 很有必要放到VCD里 一看就进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揭开古典音乐的伪装 这其实是一张XX录像带 男主是死去的男孩 女主是男孩的同学 神探传换录像带的女主 对方的表现 跟之前的室友一模一样 直到接到铁证 才承认跟男孩有私情 不过他并不知道 男孩透露了他 很显然 男孩辜负了女孩 当下的年轻人 XX录像带乐此不疲 甚至还会相互传看 这种现象 在贵族学校也不例外 神探找到校长 索邀他们没收学生的录像带 校长说 已经交给片区警察局保管 毕竟这涉及公民隐私 片区警长很配合调查 交出所有录像带 神探和骨头带着专业眼光 对录像带逐个审视 终于发现异常 一个视频中的女主 有点眼熟 仔细一看 是被辜负女孩的妈妈 而男主是死去男孩的室友 拍摄地点也很奇怪 是在男孩的床上 神探再次传唤室友 室友被逼无奈 说出真相 男孩生前偷拍了室友 并一路向带勒索女孩的妈妈 女孩妈妈为保住名誉 给了男孩五千块钱 男孩尝到甜头 想要再赚一笔 但室友不干了 表示要将此事告诉父母 这件事一旦曝光 男孩将被学校开除 他走投无路 选择自杀谢罪 室友说的头头是道 不想说谎 而他之所以之前不说 是担心引火烧身 实验室里 对男孩尸体的鉴定工作 还在继续 男孩胃里还有大量镇静剂 或许他不只是色情狂 还是眼君子 工作过程中 卷毛不停打嗝 招来大家的嫌弃 他打嗝的原因 是吃了身体排斥的食物 引发胃酸上涌至喉部 骨头通过卷毛的表现 终于明白 男孩的舌骨为什么折断 男孩的胃对镇静剂有排斥 他服用镇静剂后 胃酸开始上涌 在他死后 这种化学反应还在继续 胃酸是强酸 持续残留在喉部 腐蚀了蛇骨 最终造成其断裂 这个过程足足用了八天 种种现象表明 男孩就是自杀 而且还死有余辜 骨头已经接受现实 但神探还不打算放弃 始终坚称男孩是他杀 大美是骨头的闺蜜 这一次却站在神探一边 他不放弃调查 复原了男孩和女孩的录像带 这张蝶片应女孩要求 之前被销毁了 录像带里 男孩为女孩戴上自己的项链 这项链承载了他的宗教信仰 如果只是随便玩玩 他断然不会这么做 女孩在接吻的时候 偷瞄了镜头 说明他知道摄影机的存在 这与他之前的证词不相符 真相已然浮现 而神探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他将室友和女孩 一起交到FBI做客 对女孩说室友已经全招了 于是女孩也失去了说出真相 录像带的策划者不是男孩 而是女孩跟室友 他俩先联合敲诈了自己的妈妈 尝到甜豆后 又将目标锁定 既孤独又有钱的男孩 男孩天真的以为 女孩真的喜欢自己 于是就犯了 后来的他得知了真相 又悔又怕 最终选择一死了之 神探听完女孩的讲述 要以谋杀罪逮捕他 女孩搞不明白 根据他的证词 最多也就判个敲诈 这时骨头开口了 他说男孩是被女孩杀死的 男孩发现自己被敲诈 要将此事告诉校长 女孩怕事件败露 用镇静剂迷晕对方 之后将对方吊死 伪造自杀假象 至于证据就在吊绳上 上面的DNA 与女孩的完全一致 女孩一听这话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承认了杀人的事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 刚刚只是骨头 配合神探演的戏 为的是骗出他 说出犯罪事实 两个害死男孩的人 最终被拘捕 贵族学校的几个领导 也被罢免 男孩的妈妈得知 结果心满一足 儿子的去世无法逆转 但这结果至少证明 儿子是清白的人 以上就是本集故事的 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点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